哈囉 大家好 現在是1月下旬的某一個下班的時間 我現在正準備要立刻殺到文具店裡面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和幾位文具庫朋友們要來參加新年的交換禮物活動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囉 遊戲規則很簡單 我們一共是有四位參加者 我們在事前先挑選好了 黑白咖啡還有紅色這四種顏色 接下來我們使用爬格子的方式 來決定每一個人會收到什麼顏色的文具 其他人會依照抽到的顏色 來送你這個顏色對應的文具 接下來每個人在使用抽到的這些素材 來做手杖拼貼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我抽到紅色 等於是我會從三位朋友這邊 獲得三份紅色系的文具 那在抽到素材之前 我也要分別準備黑白咖啡色的文具給他們 OK我就封城樸樸的走了許多家大型的文具店 還有薄插來我也沒有放過 挑選了這一些可愛的小貼紙門 紙膠袋筆 還有這個剛好顏色很搭的三色小丑球 希望他們收到這個小丑球啊 不要封鎖我 那我們就去寄見吧 噠啦 重頭戲來啦 我已經收到了三份的紅色系素材啦 俗話說 子曰 許而是其之 不亦樂乎 有空送文具來 不亦樂乎 那我們就立刻來開箱 我們有怎麼樣 紅滋滋的新朋友吧 好現在看到Tracy這一包 紅紅活活 我們獲得的是這個紅色系 有點磚紅色的水滴印台 還有可愛的平安符小印章 那K&J包是什麼呢 紅滋齊天 這一包是紙膠袋 這個是極的小香菇耶 從橘紅色到咖啡色系的香菇都有 好最後是ZOE的包裹 紅圖大展 好 我們先看到這一卷 滿滿滿版的雙頭招財貓 非常可愛 又帶有點神秘的邪教氛圍啊 那再來這一卷質感更特別了 同樣是洗腦系列 滿屏超級大張的可愛貓咪 它上面這個金色的質感啊 其實還有一點建層的感覺 那還有這一個紅色的印鈴 OK這些材料要怎麼用呢 有點燒腦 那我們試試看吧 OK我們成品出爐了 首先呢我使用紅色系的印鈴啊 在這卡片的周圍啊刷了一圈 增加底指風格的豐富性 再來啊我是把這一張大紅的招財貓 沿著貓貓的邊緣剪下來 讓牠們從角落呈現出一種 集體冒出來的熱鬧感 那牠們的背後啊加入的是紅色系的香菇 象徵著一種生生不息生氣盎然的感覺 那在上面啊我們讓其中一隻雙頭喵 加入這個祈福的行列 那搭配上平安符這三個字 一起招福那才平安過新年 好那除了這一張喜慶招財的卡片之外啊 我稍微嘗試了一下啦 這個更大篇幅的拼貼喔 那不一樣的是我背景用這個印鈴 然後撒了一些紅色的煙火這樣子 這兩張看起來就是蠻喜氣的 有一點詭諧詭諧的感覺啦我覺得 好那最後呢我就不浪費了 把這些成堆的貓咪啊 做成各種尺寸的收納袋 你可以當成紅包袋 用來收納一些剪好的素材呦 好那相照於我這個 呃灰斜風啊 如果各位想看其他顏色的應用啊 那種高級感的話 可以到他們三位的影片裡面收看喔 那希望他們收到這個丑丑之後啊 不要封鎖我 那你就去記線吧 記嗎 記嗎 哈哈哈哈 希望他們收到這個 哈哈哈哈 黑白咖啡還有紅色的四種顏色 還有紅色的還有紅色這四種顏色 還有紅色這四種顏色 還有紅色這四種 還有紅色這還有紅色這四種顏色 接下來 這是我們充滿喜情感的年後第一拼 希望各位都喜歡這樣子 紅通通的設計 能和文具控好朋友們一起度過 愉快的拼貼時光 真的似猴黑桑啊 祝福各位 紅運當頭 紅服大展 紅的髮子 紅包拿來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新年過後繼續紅的不要不要的 好大家再見啦 掰掰